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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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人韩忠 男 汉族 1963年4月8日出生 无前科 韩忠自2002年开始销售假药 其所销售的假药造成32人死亡 上百人受到身体上的伤害 目前尚在进一步治疗之中 社会影响极其严重 韩忠的犯罪行为严重危害了人体健康 造成巨大的社会危害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41条的规定 韩忠已构成销售假药罪 依法判夺够生 依稳判复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韩忠不服一审判决 进行上诉 被省高院驳回上诉 为持原判 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决定执行死刑 还有什么疑言吗 我不能死 我不能死 我还有交代 我要坦白 我要降空赎罪啊 我不能死 6号冰床 量体温 大家好 爸爸 你今天一定要陪我不准走 好 我答应你 真的 拉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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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吊 一百年不许变 喂 好 我知道了 刚刚说好要配我 现在又不行 上海的专家 不是还没到呢吗 手术啊 本应是下午三点以后才能做 昨天晚上一夜都没睡 什么东西吃不下 伯伯 都十五岁了 坚强点 好 汤主 这是神简条院发布来的传言 请问证报将中神界的 李海涛有所会社会的行动 之前我们也接到过类似的举报 但都是匿名的 也没能提供事情的经过和具体的细节 请着我们根据举报进行做出场 这个李海涛确实有不少的疑点 那雅老刘呢 两辈子还跳来跳去的 赶紧过来帮忙呢 谁让你这么着把开水打过来吧 你回头开水 然后怎么给领导启茶喝 咱们检查院就是做人男 连按个饮水计都怕别人受损腐坏 你该怎么说话呢 把手里的活都晾下 有案子了 我们先前头疼的是 没有证人和证据 现在全都有了 小杜 马上去办理案手续 我去向检察长汇报 等立完案以后 你们俩老刘去开搜查证和传唤通知书 就来 你赶紧跑趟省城 去拿那个死刑犯的口红和证据 好 干活了 发什么愣啊 走啊 走走走 你看一会儿咱们反弹局的新局长不要来吗 检查检查院里长都要过来的 咱们不说好了跟人汇报工作吗 案子不等人啊 万一走了了丰盛怎么办 现在有了突破点就得上手段啊 走走走 头儿 我看到了 这个承建集团是咱们实力大起 咱们还是睡不着 新局长不是还没到呢吗 这点事我做得了主 走 走吧 机长放了三拨 老方还是个处长 不平衡啊 我看是你不平衡吧 方叔不进步啊 你也没法上台阶 哎呀哎呀 你今天不行 人事有任务 哎呀上前半天不能打车 改天我给你去啊 好好好 好好好 方叔 我去传人换别人去审船吧 真人今天动手术 你还是都别不孩子吧 不行啊 想等你熟换别人去我不放心 这边呢 对方又是大型国旗的副总 我出面不想做事业 哎那真正呢 就因为请的上海专家 否则的话也不一定今天做事输 事都干一块的 你路上小心点啊 行那你们也小心点啊 哎小杜你开车慢点 小杜走了 还不说了不说了啊 出房了出房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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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怎么安排的啊 怎么连个欢迎的横幅都没有啊 一会聂总和市领导来了 看了以后这 这像话吗这都 趕快派人 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都遮起来 电视台还有来人拍呢 我跟你们说啊 今天 谁要让聂总不高兴了 有一个散一个 全都好受不了 李总 李总 走了 那个门口有几个检查的同志来找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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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是李海涛的妻子吧 我们是市检察院反贪局的 请你协助我们调查点事情 这是我们的证件 这是搜查证 什么意思啊 想带我走 你们有这个权利吗 任何公民都有配合 检察院调查的意义 你们要是有证据的话 随时可以来抓我 你误会 现在只是核查问题 没你想象的那么严重 再说了 根据法律规定 我们有权在12小时时内 对你进行传讯 多少 12个小时 开什么玩笑 我哪有那么多时间呢 今天下午市领导要到这来视察 明天我还要主持 跟外商的谈判 这是省里边的重点项目 关系到全市招商引资的大局 十几个亿啊 这要耽误了 你负责了责吗 我负责了责 你要知道 我们反贪局找你 就是为了要对国家和老百姓付出 你是国家干费 这个道理就不用再多说了 成建集团这个项目 连省里都非常重视 有什么困难 大家尽管提 我这个当初级的 绝对做到为你们保驾护航 拆迁工作 我们区里总已经安排下去了 保证不会出现群众上访的情况发生 具体的方案是这样的 我接个电话 喂 当一下当一下 我们聂总知道这事吗 你们得跟我们集团领导打个招呼吧 我手头一大堆工作呢 总得有个交代呀 我们会替你交代的 你们也太 对不起 传唤之间 手机由我们保管 这是聂总的对话 海涛 工地上准备的怎么样了 是聂广经聂聂总吧 我们是视检察员反弹局的 根据有关举报 我们需要把李海涛同志 带回去接受传讯 配合调查 您是承建集团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这件事需要得到您的支持 是这样 走吧 您有什么问题吗 没问题 接受调查这很正常吧 呃对不起 是不是能把电话给海涛 我跟他说几句 好没问题 喂 哎 聂总是我 看我现在手段还有好的工作呢 哎 下午市里边来视察 明天还得主持跟外商的谈判 那是不是 你有多少事都得给我放下 要配合检察员的工作 你知道多少就说多少 该说什么就说什么 要相信组织 相信法律 啊 是是 聂总 可是明天谈判的材料 我还没给您准备好呢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一切我都会安排 好了 就这样啊 喂 喂 我还没给你 那就这样吧 大家回去以后呢 一定要把这项工作开展起来 不好意思 事太多了 刚才我们谈到哪了 我们已经说完了 该听你的了 老念啊 别忘了 你可是跟我打过保票的 王书记 我聂广星什么时候拖过后腿啊 我从来都是你指到哪 我打到哪 在我们成见人的字典里边 没有困难这两字 我在路上了 争取中午前赶到 你帮我安排一间审讯室 要带录影设备的啊 哦对了 还有之前的档案和所有相关的资料 好一会儿见 还是熟人好办事啊 一个电话就搞定了 沈法院的小宋 是我爸的研究生吗 听说那新来的局长 也是你老一子的学生 他人怎么样啊 他 怎么说呢 反正他跟咱们方处啊 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 是尔寺原来说 如果不是他政策 是尔寺原来说 有你肯定是尔寺原来说 是尔寺原来说 有你肯定是尔寺原来说 是尔寺原来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家房子真大真漂亮 直到现在我们一家三口还举在一居室呢 还说我批不批吗 帮你拿 天女 怎么着 这还挺贵啊 那当然了 那我得带过去给她顾顾价 不值钱 不值钱 是朋友送的 已经人意证了 别动 这个也是朋友送的 这方面的车是你们家的吧 怎么上的是宁城牌照啊 车是海淘给我买的 我是个新手 外地车牌不扣分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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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介绍一下啊 这几位都是咱们检察院的党组成员 你好 你好 我叫赵杰 你好 正好 我叫赵杰 自我介绍就这么简单啊 你多说几句嘛 你可是咱们省里的师大优秀检察官啊 还是法学博士 还出过书 还未婚 这事怎么说啊 这事一说脸红了 你们大家看啊 他还真脸红啊 喂 老孟啊 王书记 陈建集团李海德同志 如果有问题请一查当地 哦 如果没问题请尽快处理 您慢点说 啊 不要影响明天与外商的谈判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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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跟他讲讲讲政策 都入圈子 我上去汇报一下 哎 哎 哎 方处 我觉得这个聂广兴在电话里 还里有话 之前我们接到情侦举报 说他一直在包庇纵容李海涛 我觉得你觉得是谁啊 我们办案子 解决的是政策群 啊 方处哥 解决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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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不是改变如意啊 我刚把人传过来 你怎么能把人放了呢 我也不知道 王兄弟会信不上 成绩的下口和外山卡派 要是十二手跟决定 拿不下你海车怎么办 那也不能把人放下 万一他出去穿梦怎么办 相会正确怎么办 说实在的 我现在怀疑业口新有个问题 肯定是他在施加压力 你到底什么 什么大的问题啊 永远不知道 我改给你的偷偷的理解 解决长 你看这样行不行 刚才书记在电话里 不是让你过去一趟吗 我和你一起去 一来向他报告到 二来聂广星不是在那儿吗 我会不会他见机行事 方处长 这儿全靠你了 我们随时联络 好 我要上 sich 来 您好 我是江州市人民检察院 反贪局侦察医处侦察员 杜格辉 现在是2007年的4月2日 上午10点 对你的传讯正式开始 这是传讯通知书 你看仔细一点 在上面签个字 正是为了拍起来方便 我们这都是按照最高检的规定 我们之间的谈话 将被全程入行 用得了十二个小时吗 明天上午 快点跟晚上谈判了 你们晚上十点钟放我走 怎么着 想让我熬通宵累死我呀 你不会死的 知道这审讯室 为什么要安排到地下了 那是为了防止有人跳楼自杀 知道这周围 为什么要把墙包起来吗 那是怕有人想不开 撞墙寻死 小伙子 说话注意点分寸 免得将来 不好交代 你再跟小树说一下 在湘南没有从省城 核知到具体细节之前 不要跟他提我们掌握的线索 尹黎海涛都说话 他总有说漏嘴的时候 所以这件事情 还是要认证 王书记 来了 哎呦 老聂你也在啊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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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好我给您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们检查院新来的返辰局局长 赵杰 王书记 聂总 你们好 那你们谈吧 我就不打扰了 老聂 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 咱们还没聊完呢 我们里边谈吧 聂总 你好 久闻大名 不好意思啊 给您添麻烦了 我会怎么样抓紧 李海涛同志 应该很快能回去工作 我先进去 回头咱们再聊 怎么样 我能减刑吗 死还也可以啊 我 我知道能活的 能不能减刑 算不算立功 要看你的举报是否属实 案情有多大的价值 李海涛 李海涛那妈妈蛋 不是个好东西 我为了巴结他 我赔一瓢看赌 我还送了他一块伯爵表呢 别急 慢慢说 把事情的经过说仔细了 我靠卖药 不 我靠卖假药赚了点钱 可我知道那事长不了 所以 我就想转行做房地产 江州市有块地皮我看中 一打听 那地在成剑集团的手里 我就托人介绍 认识了成剑集团的 副总李海涛 李海涛 李海涛那王八蛋 涛哥 兄弟经理 别逗了涛哥 谁不知道你是 聂总一手提拔的 现在具体的业务 都归您管呀 涛哥 你怎么办 该咋办就咋办 我韩忠绝不是那种 不明事理的人 您说吧 后来 后来李海涛的 说那三十万是什么 联合开发那块地的保证金 我就 我就敢回省城去 筹划后续资金 可是 我的款子还没凑齐 假药案子也就 就放开去 等一等 既然是保证金 那你凭什么认定 是李海涛自己 拿了那三十万 你有什么证据吗 证据 预算就这么定了 说说吧 李海涛的案子 到底查到了什么 明天与重要的外商谈判 需要他去主持 事情 总有个轻重缓急吧 王书记 其实传讯并不是针对他 只是因为事发突然 检察院需要他配合一下 说具体点 是这样的 省里那桩假药案的 主犯韩忠 本来今天要执行死刑 可是刑警嫌他又说 曾经给过李海涛巨额贿赂 按照司法程序 死刑只好推迟了 由于假药案民份太大 都惊动了中央 所以我们必须马上 给方方面面一个交代 王书记 你看 这是省里来的传真 建议韩忠急于活命 所以我们对他的举报 不得不重视 那就这样吧 我还是希望明天的谈判 能如期进行 您放心吧 我们一定抓紧时间 老聂 我书记 什么也没说了 我们应该积极配合 检察院的工作 况且上面三零五身的 要打击贪腐 我们大型国企 应该带头执行 老聂 太谢谢你了 我们检察院 干的就是得罪人的活 理解万岁吧 李海棠要是真有问题 把他揪出来 那最大的收益者 还是我们承建的 到时候我还得 谢谢你们检察院呢 好好好 一定一定 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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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为别人忙 只有吃饭是为自己 你说呢 您说的太对了 老任 整理好证据以后马上给我传过来 要快点了 怎么着 冷场啊 接聊啊 你说你们这是什么规矩啊 哦 车轮大战 换着波的来 那要这样的话 允许你们换波 那也得让我休息休息 对不对 你还别说 今天这十二个小时 我尽心尽职地陪你 也算我一个吧 你们刚才聊天的时候 我可没闲着 上上下下 跟各位领导去汇报 哎呀 这会儿 我算是踏实了 哎 小杜 怎么不给李总喝点水啊 待会儿说不出话来的办 李总 快点点 你们也别跟我兜圈子了 我到底有什么问题啊 我们肯定是掌握了情况 才把你请到这儿来的 你想想看 我们要没有点真的 领导们能同意我们传讯你们 啊 再说了 你们聂总不是也在电话里边表示了吗 嗯 让我们反贪局一查到底 你不也听见了吗 怎么样 说说吧 都是你自己干过的事 我不知道啊 要不这样 你们给我提个醒 哟 还用得着提醒呢 看来事不少啊 是不是都不知道自己该说哪一件了 你 李总 李总 你可想清楚 一点一点紧牙膏 和自己主持人交代 结果可不一样吧 我完全是出于嫉妒 嫉妒我能力强 嫉妒我提升得快 可我是凭自己的真本事 我是没日没夜干出来的呀 啊 说实话我 我最恨最烦的就是这种人 你说你在前面拼命吗 你不帮忙也就算了 对不对 你还在后边使半个 啊 这点这根信全他们在他们身上体验出来了 对 对不起啊 我不应该骂人 当然了 我的性子是急了点 可我完全是为了工作呀 等等 能说具体点吗 到底是哪个人跟你过不去 这 谁 是不是有一个叫韩忠的人 叶总 你真有眼光啊 环境不错 味道也不错 你出来乍到 我给你当一回美式相当 谢谢你 这包间啊已经安排好了 还是老地方 好 你陪这位小同志 我跟赵局长喝两杯 行 叶总 你想得真周到 真的想不起来了 韩忠说跟你的交情可不一般啊 连老朋友都忘了你 我是真想不起来了 没印象啊 你确定吗 你们让我歇一会儿 给我吃点东西 好不好 现在 你看现在这都几点了啊 我从早上起来就没工作吃饭 这 这表不错啊 瑞士伯爵吧 假的 假的 我老婆买的 不是老街台外宾吗 装装样子 把一号证据打出来 十一万五千三 有自够跪着家人等吗 好 再说了 发票也不在你老婆手上 别人送了吧 收这么贵重的礼物 我们不得不怀疑你受贿啊 等会儿我想想我想想啊 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了 这个表真是一个朋友送的 他当时也没跟我说 这是一假表 我又不懂 就带着玩吧 真的 我说的是真的 首先我是不知道 这表价值多少 对吧 第二呢 我也没有利用这个东西 去给对方谋什么利益 这个不能算受贿吧 你的朋友叫什么呀 据我们调查 买表的发票 也是这个韩忠提供 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 你们说的是他呀 对对对 韩忠 太丰盛了 这 那请慢点 来 有点 别ration了 人家 就把你含了 儿子 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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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的东西 特别的 来 我作为后生晚辈 我现干为敬 我的年纪不小了 我得慢慢来了 你随意 我自己来 小姐你去忙别的吧 聂总 不瞒你说啊 我们今天虽然是第一次见面 但我就觉得特有缘 真的真的 我呢 我 我还有点不好意思说 想什么就说什么 朋友们相互帮助那是应该的 就叫我老聂 聂总为了您这句话 我还得干一杯 谢谢 你 你 我拍你 去 你 来 喝点看到 importing 我知道的就这么多了 你们想想啊 韩忠是一个治假药的 什么上天汉里的事 都干不出来啊 是吧 他肯定是觉得 这次没合作成 按照规矩 那三十万保证金 又退不回来 于是他就疯了 就开始乱要人 对不对 歇会儿吧 先吃饭 这可是专门 给你要的汉堡 把二号证据放一下 我们也好休息休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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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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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